嗨 大家好 我是波米 我們今天的主題 回答一些路由的 關於燈條常問的問題 燈條基本上 目前在露營界裡面 我們的插電有電的露營來講 燈條它還是一個CP值最高的照明 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很多人會問說 那燈條到底要買多長 其實現在大部分在賣燈條 都是5米跟10米為主 你可以現場剪裁組裝的 通常它的接頭現在已經慢慢淘汰掉了 新的選手式的這種燈條的接頭 它必須要在工廠就完成組裝 所以可能公規來講 大概是5米長跟10米長 會列下來的主流 你要選5米還是10米呢 很多人就說 我是客廳帳 我客廳帳可能是3x3 或是4x4的客廳帳 那我要買10米長 因為才能繞成一圈 如果你是想要繞成一圈的話 那可能真的就是要買10米長的啦 我只能跟你說 3x3或是4x4 或者說是隧道帳的潛艇 的一個空間 這樣子的亮度 你5米長就非常亮了 買5米的就夠了 那10米長 我通常會比較建議 像5x8大天幕 那種大的天幕 它必須要整個都照明的話 它可能就比較需要10米長的 那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 可能要繞一圈或是怎麼樣 不然其實5米長的客廳帳來講 已經是很亮的 燈條它有沒有辦法趨紋啊 除非你是趨紋燈條 不然的話 我們一般的這種暖白光 或正白光 是沒有趨紋的效果的 我只能說 它跟傳統燈泡 或是一般省電燈泡比起來 或者說是我們一般的日光燈 比起來的話 LED的燈光的波長 比較不會吸引蚊蟲 但是它還是會有 那白光是 因為藍光的成分比較多嘛 所以它還是會比暖白光 就是黃光 會稍微再多一點蚊蟲 那暖白光是比較不吸蟲的 但是不代表它會趨紋喔 很多人會問我說 欸老闆燈條有沒有保固 那這我就要講一下了 燈條其實很難有保固啦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賣家 他會說燈條有保固 那可能你要去了解一下 它的保固的詳細內容 是什麼 就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很難給燈條保固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盡量會做到保修 就是說你有問題的話 拿回來 我會盡量幫你把它處理到好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燈條 它很難有保固呢 我接下來要講的可能是 比較實際的真心話 我不知道會不會 其他燈條的賣家來 來罵我 或是什麼 我很坦白講 燈條它的燈珠 基本上它不是一般好的燈珠 一般好的LED燈珠 我們在坊間 就是在像B&Q或是一些賣場 它們賣燈珠 通常會說我們這個LED燈片 可以用兩萬個小時 等等等 那你就可以想像嘛 好我們今天講N9好了 N9它裡面有幾顆燈珠 差不多二三十片或是三四十片燈珠 對不對 還是四五十片左右的燈珠 它賣多少錢 它賣兩三千塊錢 你看一下我們燈條 我們燈條假設說 5730 1180的型號好了 它一米長有180克燈珠 五米長就是900克燈珠 十米長的燈條有1800克燈珠 它賣你多少錢 十米長 它賣你 我們賣880塊 你就知道1800個燈珠賣880塊 你覺得它的燈片會有多好 當然是比較屬於三級以下 或是人家打掉的燈珠嘛 這就要回歸到說 燈條它當初發明這個東西 它的用途是什麼 其實燈條它不是錄影在用的 一開始 它是那種人行道有沒有 一整排 一整排的照明啦 那種一整排照明 兩三公里長的 就是拉燈條嘛 它放在外面兩三公里長的拉燈條 它的燈片是可以給你多好的燈片 這樣子講 你們應該就懂了 所以其實它這個燈片 不是太好的品質的燈片 再加上露營區 常常會有電壓浮動非常快 一下子電壓過大 一下子電壓不足的狀態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是不是常常在露營區的時候 有人在用吹風機 吹風機一打開的時候 這一整排的營區的燈條 會瞬間變暗 然後等到它吹風機關掉的時候 又突然亮起來的狀態 它就是電壓變化很大 所以像這種燈條啊 它常常因為這樣電壓變化來變化去 所以它可能會 用個幾次或是幾個月 它可能就會有一整段不亮 或者說是有幾顆不亮的那種狀態出現 所以像這種狀況你要怎麼保固呢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建議大家如果要買燈條 你要去找願意幫你維修的店家 維修什麼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調光器 調光器它也有可能會因為電壓變化大 或者說是接觸不良等等而去燒掉 如果你沒有人幫你處理這一塊的話 那燈條就很可惜 因為換調光器換電源線其實是很簡單很快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你就必須要找有在保修的人 燈條它到底防不防水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燈條街頭的地方 能不要碰到水就盡量不要碰到水 但是它的身體的地方 這些都有低焦 所以它是防水的 你不用擔心 我剛剛有講過 它本來是用在馬路邊的那種很長的間接照明 所以它不可能不防水 但是它的頭尾的地方 像這種尾塞的地方 還有街頭的地方 能不要碰到水就盡量不要碰到水 雖然很多賣燈條 會說把它丟到水桶裡面 怎麼樣怎麼樣 多厲害 但是我個人還是建議 能不要碰到就不要碰到 那當然這個調光器這個地方 當然是不要去碰到水的 但是身體的話是OK的 很多人就會問說 好那如果我今天燈條可能有一截壞掉了 不會亮了 那老闆可不可以帶回來讓你修理讓你維修 我這邊就是還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個人的建議是 燈條這個東西 如果說它是頭或是尾 最尾巴的那一段 或者說是街頭的那一段不亮的話 那你如果看它看不順眼 你就是把它剪掉就好了 但是如果它是壞掉在中間 有一段不亮兩段不亮的話 我先跟大家講它的維修方式是什麼 好假設說這一段不亮 假設這一段不亮 那我的維修方式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地方剪斷 剪斷 然後呢用這種東西這種工具 去把它兩邊 這種兩邊都有插針去插這邊 插這邊然後把它接起來 或者是剪一段去把它補上去 是用這種維修方式 但是原本這個燈條是完好的 但是因為我為了要維修它 所以我要把它剪斷剪斷 所以它是不是有一個破口在 有破口在就會有接觸不了 防水變不好的問題 所以當你維修它 你可能就會衍生出 接下來會更容易壞掉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的立場是 如果你是一整段不亮 或者是某個地方不亮的話 我是建議你不要去修它 燈條就是用到你覺得受不了了 用到你覺得已經太多地方按掉了 整條丟掉再換一條新的 這是我的建議 那當然調光器壞掉 或是其他地方壞掉 那個換電源線那個一定是可以換的 但是像這種某些地方不亮啊 或者是一段不亮啊 說真的我會建議你們不要修 大概是有這些問題 那當然如果大家對於燈條 還有一些不認識想要知道的一些問題啊 都歡迎留言在下面 我們會盡量去回答大家跟燈條有關的問題 那今天就這樣子喔 掰掰